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人人体内都有癌细胞 所谓的癌细胞并不是坏似的细胞 而是人体的正常细胞变异而来的 虽然人人都有癌细胞 但患上癌症的还是少部分人群 那么癌症到底是怎么形成的 我们正常人平时应该注意什么 今天就来听听来自癌细胞的字数吧 那在节目开始之前 希望大家能点点订阅和小铃铛 您的支持是小关最大的动力 感谢大家 人的身体就是一个超级大的工厂 工厂里有血液运输部 消化工程部 代谢统筹部 每个细胞在每一分部里各司其职 兢兢业地完成自己的职责 而作为癌细胞的我 一开始也是一万群体中的一份子 那时候 我还是一个正常的细胞 每天打扮得漂漂亮亮 而且无忧无虑 但你们呼吸的空气 喝的水 吃的食物 每天的生活习惯等等 让我某一天醒来 发现我开始与身边的其他细胞不一样了 我变得越来越丑陋 我不知怎么的逐渐脱离了身边兄弟们的正常轨道 开始出现分裂 从一个变成两个 两个变成四个 没完没了的就这样倍增了 我一直疯狂地增长 直到累积到了11个以上 我才能被医院的B超 CT和磁等医疗设备发现 但大多数人 由于没有及时体检 也没感受到身体任何的不适 所以未能第一时间发现我的存在 我也不断地继续生长 等到五年 十年 甚至几十年后 我变成了一个大大的肿块 在身体里翻云覆雨 才让你们意识到了我的存在 而这时候的我 往往已经变坏成了恶性肿瘤 那么我是怎么一步步 从好细胞变成坏肿瘤的呢 其实这一切并不是我所希望的 至于为何落得这般境地 还得归咎于你自身的错误 正是因为你不良的生活习惯 遭就了我的出现 长时间的熬夜 长期使用不健康的食物 吸烟酗酒 缺乏运动 不进行定期检查 不良心理等因素 都是造成癌细胞产生的原因 自从变丑以后 我的心也越来越狂野 总按捺不住想到外面的世界 闯一闯 这是我们癌细胞和良心肿瘤的一个重大误区 它们总是老老实实地待着 人人宰割 我们却狡猾多了 顺着你们的循环系统 淋巴也好 血液也好 扩散到全身 我们会破坏你身体里各组织 各器官的结构和功能 让你痛苦不堪 最后离开人世 但是 在我猖狂的同时 我最怕你做以下这些事情 一 怕你睡眠充足 良好的睡眠能保护大脑 利于身体恢复 较差的睡眠 则会严重降低患者的生活质量 及认知能力 加重患者抑郁 焦虑等精神症状 降低身体免疫能力 缩短患者生存时间 睡眠障碍还会在一定程度上 降低癌症患者的集体免疫力 进而加重病情的演变 可见改善睡眠质量 对患者们具有重要的意义 所以正确做法应该是 睡眠时间保持在8小时左右 晚上的入睡时间 最好在23点之前 早上起床时间 尽量在8点之前 做到早睡早起 二 怕你健康饮食 对于癌症患者来说 吃得对 吃得好 都十分重要 不仅要避免摄入不良的致癌食物 还需要保持丰富的营养 保障患者的身体机能 那么 要怎么吃才是好的呢 总体来讲 肿瘤患者应该掌握五大营养原则 首先 注意膳食平衡 膳食平衡是维持机体免疫力的基础 普通食物是机体营养素的最好来源 对于存在营养不良等临床情况的患者 应进行个体化的营养治疗 食物应多样化 搭配合理化 要保证摄取均衡全面的营养 每天食物多样化是必须的 即按照中国居民平衡膳室宝塔展示的五大类食物的比例进行搭配 其次少量多餐 吃清淡亦消化的食物 对于放化疗及手术后的患者 由于消化功能减弱 增加进餐次数 可以达到减轻消化到负担 同时增加食物摄入量的目的 还有不易过多忌口 忌口应根据病情 病性和不同患者的个体特点来决定 不提倡过多的忌口 一般患者需限制或禁忌的食物 有油炸 烟熏烤 辛辣刺激 油腻生硬的食物等 最后多选择具有抗癌功效的食物 多吃蔬菜与水果类 如芦笋 胡萝卜 菠菜 番茄 薯类 猕猴桃等 大豆及其制品类 食用菌 坚果 海藻类 义仁 牛奶 鸡蛋等食物 三 怕你喜欢运动 已有越来越多的研究和证据表明 运动可以降低癌症风险 控制疾病进展 提高抗癌治疗效果 并且改善身体和心理功能 例如 世界权威学术杂志 Sail上发表了一项研究表明 运动能提升患者的有氧势能 及提高心肺功能 也能加强患者的肌肉健康程度 还能从精神心理上降低患者的焦虑感 有助于患者的心理调节和内分泌环境稳定 加拿大多伦多 新银保健科学中心一项研究证实 体能运动能够使乳腺癌复发致死率降低40% 理想的运动量是每周进行适度锻炼150分钟 这些研究均让运动成为了抗癌的一剂良药 因而 打败癌细胞务必须要进行适当的运动 官友们可以每天坚持运动20到30分钟 有规律地进行适合自己身体的运动 可选择运动有快走、跳舞、瑜伽、高尔夫、跑步、游泳、太极拳、 过灵心气功、庭院和花园维护等等 但是要注意不要过度劳累 保持合理的运动量 四、怕你心情愉悦 情绪的好坏将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到 癌症患者的抗癌效果 而保持良好的情绪更有利于增强抗癌力 这是因为在感到快乐时 大脑会释放出多巴胺这种物质 研究发现 多巴胺能够抑制血管内皮因子诱发的肿瘤 内血管生成 进而抑制肿瘤细胞的繁殖和生长 事实上 那些长期生存的病人 都有着一个强大的内心 能够及时调整好自己的情绪 对抗癌有着很大的帮助 官友们可以时不时宣泄一下自己的情绪 和家人、朋友倾诉 或者对着远方呐喊 也可以学会培养自己的兴趣爱好 在疲惫或不开心的时候 做一些自己喜欢的事情 舒缓坏情绪 5. 怕你科学治疗 抗癌最重要的一部分肯定是治疗 可往往还是有一些患者 在刚确诊癌症时 不知道到底该如何进行科学规范的治疗 被一些谣传的方式给蒙蔽了 比如 补腰抗肿瘤 避鼓饿死癌细胞 肿瘤无法治疗 听信谣言后 反而错过了最佳的治疗机会 而癌细胞真正害怕的是患者 通过规范有效的科学治疗方式 杀灭癌细胞 因而 患者们一旦确诊癌症 一定要前往正规医院 在专业医生指导下 接受正规的治疗 相信科学 规范治疗才是抗癌的正确心态 同时 阶级和抗癌路上的谣言说不 注意甄别那些神学和传言 6. 怕你定期复查 癌症患者在治疗后的任何阶段 都容易面临着复发转移的风险 及时尽早地发现复发转移情况 能够防止病情进一步发生恶化 更好地控制癌细胞进展 因而 需要患者进行定期复查 而复查的时间 一般建议是述后两年内 三个月复查一次 三到五年 至少六个月复查一次 而五年以上 也需至少十二个月复查一次 同时 患者还需要注意进行自查 注意观察原病灶部位 有无新生肿块或节节 有无疼痛感 有无身体的不良症状 如乏力 食欲不振 体重减轻 贫血等 一旦出现严重的不良症状 也需要及时去医院检查 以上就是癌细胞的一些心理化 但愿能为各位官友提供有用的启发 如果您也有其他不同的想法 欢迎在视频下方留下您的宝贵意见 喜欢小关的节目 可以点点订阅哦 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吧